31號終於是讓我們等到 玄冰和孫一貞的實際婚禮了 儘管已經用盡全力進行保安工作 依然是被媒體捕捉到現場畫面 邵嫁兩人已經完成結婚儀式 孫爸爸吸著帥氣紅色領帶 牽著他的手進場將他交給玄冰 婚禮祝辭由玄冰17年智友掌東見發表 OSD女王高蜜則為兩人獻唱 愛的迫降主題曲 小亮珂也在眾多嘉賓的見證下交換戒指 滿滿的溫馨氛圍 是讓孫一貞感動到落淚 由於兩人的好人緣 今天的婚禮完全堪比頒獎典禮 出席賓客包括孔流丁海 銀潤兒孔小鎮 田美都陳志賢 就兩和玄冰合作秘密花園 傳出賈西貞作的和志願也來了 至於大家最好奇的捧花 得主正式戲劇女王孔小鎮 她是孫一貞的權內志友 兩人私下經常聚會 消息一出大批網友都祝福她 可以早日找到另一半 一定要跟破章夫婦一樣幸福啊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